中国人民银行突然于A股服市前直宣布降准,为未能为其护行。护心股市周一全线错4%。离岸人民币会价更连跌4关。再度上演股会双杀。反映投资者担心中国宏观经济转趋恶化,而即将公布的9月经济数据更可能差过预期。 中国人民银行于周日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率。仍然未能玩A股于狂难。护中指周一下跌超过3.7%,为200年以来11场价之后表现最差的一年。 亦是最近10次人行宣布降准予日跌幅最大。护中指险首2700关。此外,昨日外资亦大举流走。护心股通单日合共走资予96亿元人民币下同。 创新股通开通以来次高。11假期后A股服市跟随外围跌势。护中指腐开市即失手2800关口。 其后在岸人民币急错令股市跌势加剧。一度跌至2710点。收市报2716点。跌104点或3.72%。 创近四个月最大单日跌幅。根据资料显示,自200年11假期,亦日户中指中错5.23%之后,几年来大多维生市。 换言之,昨日户中指表现为10年来最差。至于深城指质最多跌4.1%。并以近全日低位收市。 报8060点。跌4.05%。深圳创业版指数亦跌4.09%。 报1353点。户市成交1415.32亿元。 深市成交值为1474.15亿元。在A股部跌下。触发境外资金疯狂沽货走资。 户股通及深股通分别录正流出73.08亿元及22.96亿元。合计正流出96.04亿元。 仅次于今年2月6日的历史记录。昨日租资金抛售的股份包括贵州茅台60万0519,SH。 中国平安60万1318,SH及海康威视002415,SZ。 分别录正流出10.6亿元。15亿元及11亿元。 富士A50近三年最伤。各板块亦全线下跌。 让酒股跌于5%。而酒店旅游、次新股、仪器仪表、电子信息、金融及水泥股齐跌超过4%。 此外,富士中国A50指数昨日亦跌5%。为16年1月以来表现最差。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。 A股假期复市后出现大幅下跌。 相信与假期间海外市场普遍下跌有关。 尤其是亚太股市跌幅居前。 他提及,近期十年期美债资息率出现回升。 对于美股以及其他股市军会带来一定影响。 不过,他认为内地近期出现了三大利好消息。 包括人行于周日宣布年内第四次降准。 突显政策面对股市的支持。 因此早前A股市场见底后震荡回升。 相信在逐步消化外围利淡因素后,走势会明朗化。 此外,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肖亦指, 在降准的重大利好消息影响下, 已经部分对冲长假期间外围市场的利淡消息。 告A股服市后下跌属于正常表现。 至于在一系列利好政策作用下, 他相信股市很快回稳。 于市场无需恐慌。